因为一块橡皮剪到一个黎人筋膜妹子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阿玫威大姐带来日常番 侧不准的阿波莲同学 男主名叫莱棠 因为天生一张面贪脸 莱棠在初中交了朋友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莱棠努力学习了微笑 想要再深入高中后交了朋友 他率先向同中阿波莲问好 然而对方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扭过了头 这不及让男主有些受挫 但为了美好的高中生活 他决定再努力一把 然而一直到下午放学 阿波莲都没大力过他 第二天来到学校 莱棠帮阿波莲捡起橡皮 本以为多少能给点反应 没想到还是一句话没说 正当男主快要摆烂时 阿波莲突然提了过来 虽然察觉到他在说话 但莱棠还是听不清楚声音 直到阿波莲敷在耳边说话 才明白他是过来接课本的 不过就算共享一本书 也没必要凑这么近吧 然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 他不过随口称赞了下 对方的丸子不错 阿波莲就亲手加莱棠喂他 放学后还轻力的挽着他的手 一起去拍大头天 唱卡拉OK 拦住面胎脸下 满是黑人问号 怎么就突然熟悉起来了呢 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他心梗的 第二天来到学校 他抬手打招呼 居然被无视 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全都是他一个人的臆想 白糖安慰自己别战虎 结果越想越气 被询问到底怎么了 阿波莲这才告诉莱棠 自己不会把握政治的社交距离 稍微熟悉一点 就会过分情景 搞得大家心里很不舒服 就像昨天那样 虽然他觉得对不起莱棠 但男主却不在意 并表示只要失可而止 就没关系 阿波莲一听很开心 上去就是一个贴贴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朋友 但阿波莲说话太小声 交流起来实在太不方便 于是男主决定去学习纯语 只要等他掌握这门技术后 却发现根本是不用功 因为阿波莲说话基本不动嘴 让人看了个寂寞 这时莱棠看到同学传纸条 当即决定用这个办法来交流 刚开始还挺顺利的 但接下来就很离谱了 既然小纸条也不行的话 那就试试古船倒好了 结果他就倒了大霉 每次阿波莲见到他 都会先送上一头锤 久而久之 男主被砸到耳鸣 更听不起阿波莲说的什么 为了找到更靠谱的交流方式 男主尝试了各种方法 毕竟科学不行 那就学学来凑 但无一例外 全部都失败了 来趟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可接着他就发现 自从和阿波莲交流后 再小的声音也能听得很清楚 他甚至仅凭声音 就能分辨出 要在地上的硬币有多少钱 不得不说 这个进化方向很玄玄了 这时男主注意到 阿波莲很喜欢挖机里的玩偶 当即表示要帮忙夹出来 怎料钱包都掏空了 也没能夹出来一只 阿波莲见状 准备亲自上手 阿波莲的技术十分高超 估计好大概位置 一抓一个准 没多大一会儿 就满载而归 给男主完全是两个极端 他拉出赖堂的衣角 为了感谢对方对自己的照顾 并把所有玩偶都送给了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男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就是好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得知赖堂没有带便当 他主动把自己的拿出来分享 就是这份爱太过沉重 让赖堂感到窒息 这天早上 阿波莲趴在桌上 男主以为他是身体不适 没想到只是早起太困 他赶紧把人扶到座位上做好 等到第一堂会结束 阿波莲已经睁着眼睡过去 见他这么困 男主也不好打扰 正准备离开 突然被抱住了腿 原来他早上太困 是因为早起帮男主 亲手做了便当 来堂过一不去 说他如果太困了可以靠一下 阿波莲一听也不客气 这天阿波莲满是狼币来到学校 看得男主当场瞳孔地震 难道说他打架了 下一秒阿波莲突然凑劲 给了他一头锤 男主莫名其妙问他怎么了 这才得知他弄得这么狼狈 是因为眼睛里进了东西 看不清路状的 他连忙掏吃眼药水递过去 然而阿波莲根本不配合 左右慌闹就是不让眼药水 摇到眼眶里去 男主见状决定上绝章 终于把眼药水滴进去 阿波莲却突然羞涩起来 说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男主无语 怎么不见你平时害羞 中午吃饭时 来堂的眼睛也进了沙子 为了感谢他早上的帮助 阿波莲决定帮忙滴眼药水 突然 男主翻作起身 总觉得有声眼睛盯着自己 哪怕回到教室也没有改善 难道说是杀手吗 他仔细回忆起小时候 除了熊一点 也没有干过换事 但你说不应该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男主整个人都抑郁了 阿波莲如他的脑袋 一种安慰 突然男主又察觉到那股视线 打开门发现 门口站着个气势超胸的妹子 妹子叫做大成美月 是阿波莲的亲爱竹马 他觉得长相超出的男主是坏人 所以才一直在暗厨叮烧 好家伙 长得凶是我的错 男主被他一句话整破坊 最后全靠阿波莲的安慰回血 第二天来到学校 阿波莲感冒了 没办法说话 冰花了好久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男主想了想突然误了 肯定是因为阿波莲今天超有干劲 抱着不输给小伙伴的想法 男主上课积极回答问题 还给同学们当人体模特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大战起身 阿波莲就表现无比激动 跟放学回家都要粘在一起 只是 这种姿势真的很不好走路啊 男主看了眼窗户上的反光 突然意识到阿波莲反常的原因 直到男主回到家 被妹妹提醒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自己拉链没拉 这可真是射死了一整天啊 这天放学下大雨 美月见阿波莲不回家 以为他是没带伞 原是把自己的伞丢了过去 没想到竟被当成了可疑物品 一再确定不会爆炸后 阿波莲又以为是失误 转头就拿给了老师 美月赶紧要了回来 恰好阿波莲不在教室 他决定直接把伞放在桌上 没想到阿波莲看到后吓了一跳 这时阿波莲翻识了美月 美月以为他误会自己搞搞作剧 转头就往外头跑 就这样你跑我追 查吃南飞 直到被躲在天台门口 无路可去 美月才停下脚步选择摆烂 然而阿波莲只是来送伞刀 就这样 两人打着一把伞回家 见他垫着脚尖 挪给撑伞 美月赶紧接了过来 最后两人只好在路边等雨停 感谢阿波莲感冒 美月拿着毛衣让他穿上 阿波莲小声道谢 其实一直以来他都知道 美月每天都会和自己回家 只是从行为上 有那么点变态 美月羞涩的五脸逃走 没想到竟然会被察觉 于是从那天之后 他的跟踪手段变得更加隐秘了 这个少女紧紧之事的一觉 就拥有了七龙珠孙悟空同款发型 男主看得心花花 一度怀疑阿波莲这个萌妹子 迷上了死亡状金属 好在阿波莲只是睡乱了头发 男主本想帮他整理发型 没想到反而炸毛的更厉害了 正手足无措时 他灵光一闪 打开隔壁柜子 果然美月这个跟踪狂就在里面 不过他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而是希望他能帮阿波莲整理头发 美月家里是开理发店的 而如沐染下 手艺自然不差 只见他咔嚓咔嚓一顿剪 美月又说要帮男主理发 想着能省一笔试一笔 男主便答应了下来 可刚坐下他就浑身发毛 担心美月会趁机报复 给他弄一个鸭蛋发型 美月承认自己有这个心思 但为了不被阿波莲讨厌 他还是选择了徐阿勒马 不休时间 三人来到天台吃饭 阿波莲把肉丸子当作谢礼 亲手喂到美月的嘴边 于是阿波莲换了双超长筷子 这时男主为阿波莲除了头发 还有没有别的烦恼 妹子表示有的 接着逃出润唇膏 因为他把握不好距离 总涂得满脸都是 于是只好让男主带牢 这是什么直男手法 一旁的美月看不下去 只顶亲身上手试试一下 他先给阿波莲抹上水乳 然后再涂抹润唇膏 除此之外 还包揽了化妆按摩一条龙 那恨不得给阿波莲当妈的架势 把男主都看待了 果然 亲妹主马不是那么好当的 回到教室之后 阿波莲为男主 借上节课的笔记 因为前面的同学体格太壮 他上课总是看不到黑板 男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得帮帮他才是 于是他帮忙加高了课桌 但阿波莲有恐高症 刚坐上去就下个直发抖 男主又把阿波莲举高高 可他的手臂却承受不住 之后两人进行了各种尝试 结果到头来还是合并桌子 才最方便两人看起黑板抄笔记 这时老师告诉同学 下着会进行作为的调换 想到会和阿波莲分开 男主便打定主意 要在那之前 防止对方实现所有梦想 下届体育课上 男主和阿波莲分道一起做拉伸 稍稍用力就能听见骨头咯吱 来趟觉得不太妙 阿波莲拒绝的没问题 就算被90度贴地 他爬起来也依旧是条好汉 之后老师安排打棒球 男主当头手 阿波莲当打者 四目相对之际 战火熊熊燃烧 结果下一秒 好球区在打指的内部 到膝盖间 由于阿波莲身体太过娇嚇 这片区域也就变得很难瞄准 就这样 男主接连投了四次怀球 成功把冠军送给了阿波莲 下节料理课上 男主又和阿波莲分道一组 虽然他是个厨房杀手 但和大佬一组肯定被带飞 结果回头一看 阿波莲已经离魂出窍 看来是上体育课太累了 没办法 男主只好自己来 阿波莲安慰了他 然后用紧剩的蔬菜做了塑料理 成功得到老师认可 不休时 阿波莲拜托男主 帮自己拍摄一个舞蹈视频 来他忍不住猜测 难道他想当主播吗 本想劝他放弃来着 因为这条路实在太残酷 可看到阿波莲那认真的表情 来他瞬间改变想法 我一定要帮他实现梦想 于是男主陪着阿波莲一起练习 七七还幻想着和对方并肩出道 在国际舞台上 演出名阳全世界 就这样 两人不停的练习 结果第二天上体育课 男主才知道那是老师 播出的舞蹈作业 而他们发布的网上视频 也只有来唐一个人观看 很快一周时间过去 到了调换座位的时候 想起平时和阿波莲的点点滴滴 来唐就越发的感觉不舍 但没想到他们如此有缘 调换之后竟然还是同桌 这天语文课上 老师陶原正在朗读课文 突然发现男主和阿波莲 就在教室后排亲近我我 仔细一看 原来是在看课本 可就算是如此 陶原也觉得磕到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不过写板说的功夫 阿波莲就坐进了男主怀里 他爱纳住这份磕道的狂喜 抬手继续给大家讲课 此料背后竟突然闪光 回头一看 来唐竟然把阿波莲 单手抱在了怀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 阿波莲突然咽住 比划了半天 男主才反应过来 联盟把水给他灌下去 意识到阿波莲说话想生 脸上又没什么表情 再这样下去 初始都不知道 男主便建议他模仿自己 练习一下面部表情 就离谱呀 你俩一样的面谈 到底怎么表现出高兴的 接着 男主又给阿波莲 来了桃面部马杀鸡 说这样的让肌肉放松下来 做完之后 男人又去看了电影 本想训练感动的能力 没想到效果太好 竟哭到听不下来 而最后一项训练更奇葩 叫阿波莲和他比试 扮鬼脸 来趟觉得阿波莲进步很大 可和原来的照片一对比 呃 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晚上放学 男人来到唱片店 阿波莲瞬间被说唱曲吸引 听完很满意 便买了一张回家 第二天的男主问他接唱片时 只见他反手掏出一个麦克风 现场来了段rap 男主听完突然顿悟 原来这就是和阿波莲交流的最好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他终于掌握了rapper技巧 和阿波莲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顺利 但只有那么一瞬间 聊着聊着就突然battle起来 男人的水平不分上下 约好以后再来即兴PK一局 结果还没放学 就被老师没收了麦克风 第二天早上 妹妹送给男主一个指尖陀螺 虽然她对此不感兴趣 但阿波莲看到却超兴奋 于是来堂把东西送给了他 从那之后 阿波莲天天练习 最后即练出了一套心意流水的招数 男主看得佩服不已 可转念一想 还在上课怎么能开小差呢 于是连忙提醒他 桃园看到这一幕只想说 太甜了 磕死我了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男主应一查局到不对劲 这家伙玩烧瘾了呀 看看那黑眼圈 比熊猫都厉害 他想劝告对方 但又怕对方不贴劝 换办无奈之际 阿波莲竟主动把指尖陀螺还给了他 男主想不明白 这有啥好玩的 更不明白那套招数怎么练的 于是也开始琢磨起来 这下沉迷游戏的人成了他 好不容易接到指尖陀螺的影 男主又在公园碰到三个熊孩子 他们是看到阿波莲的禁书后 主动上门当徒弟的 但熊孩子轻眉双眼 却看阿波莲不顺眼 当即发起黑白气的挑战 如果他赢了 阿波莲就必须离开他们 这时男主站了出来 表示要跟阿波莲过招 就在男主怀疑人生时 阿波莲站了出来 他也输给了双眼 但整个过程放了很多水 而且他也认为男主放水了 虽然赖卡很想说不 但自作让他开不了口 除了孩子健壮和双眼之气 直接把小姑娘起跑了 好家伙 这是要牡丹的节奏啊 阿波莲让他赶紧去道歉 看见这对七妹猪马重归于好 他直接倒在一旁 这个少年跟妹子打游戏 想的竟然不是放水撩妹 而是一击必杀取得胜利 为此他派出了账号中 最强的一只宠物 杨基拉斯 再看看阿波莲那边派出的宠物 他暗暗点头 这波绝对稳了 结果我也没想到 对方手里 既有一件极品装备 成功拿下了这次致命光机 接着又来一发 同身ghost的技能 便将他宠物打到财血 男主默默深吸一口气 不慌 我的宠物速度高 第二回合 肯定能先发之人 男主悟了 这是必定先手的着手 而这都在阿波莲的计算之中 晚上两人一起放学回家 走了半路 男主突然要去厕所 阿波莲便在游戏厅里等他 这时 双叶来到游戏厅 他想把竹马阿独喜欢的怪物 夹出来送给对方当生日礼物 没想到因为技术不过关 他几乎花光了零花钱 也没能夹出来一个 阿波莲干不过去 决定上手给他示范一下 结果反被当成了恶意炫耀 这时 一张娃娃机免费全飘落 虽然双叶很想要 但还是还给了阿波莲 并表示自己会靠实力 拿到娃娃送给竹马 说着 他并把钱包里最后一枚硬币 投出了娃娃机 看到洞口处快掉落的娃娃 双叶突然想起阿波莲的动作 他心中暗投笑 决定偷试学艺 小试一把 不出意外 这次他成功夹到了娃娃 这样双叶很是满意 觉得自己偷试成功 赶将了阿波莲一军 然而回去 他复牌了一遍 突然意识到阿波莲之前 是故意示范给自己看的 双叶忍不住脸红 却要叫得不愿意承认 那边 男主从洗手间出来 就收到了阿波莲送来的玩偶大礼包 骂亲疑似的杨基拉斯 让他觉得有被嘲讽到 当晚就做了个败钱噩梦 不久之后的一天 阿波莲发现 男主变成了个200机的大胖子 而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都怪自己做的饭太好吃 阿波莲心底生起一丝愧疚 当即决定找办法帮他减肥 没想来堂因此产生误会 以为是他想要减肥 回家就琢磨起了科学减肥法 从控制饮食 再到低量运动 没等阿波莲付出实施 男主就已经成功瘦身 并向他推荐了科学减肥书 这时老师宣布下注考试 不及格的人需要进行博考 男主突然很慌 因为他压根没复习过 上次的成绩还是全年级倒数 看看一旁阿波莲那从人的态度 他决定和对方互帮互助 很快只有两个人的学习小组成立 他们本想在图书馆复习 但爱于不能交流的规定 只能来到学校外的咖啡店 结果不是在吃喝 就是在撸猫 根本没有心思学习 人站了一圈只好回学校 男主本想着和阿波莲 互相弥补不足的科目 没想到对方萌萌成绩都比他好 果然这不是什么互帮互助 只是单只能包大腿而已 第二天班级大扫除 分配完各项工作后 男主转头就见阿波莲全副武装 看着阿波莲堪比职业的打扫技术 男主忍不住闹不小剧场 难道说他从小就是个杀手 这所以面胎是因为被训练 成了不流露感情的人 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开始担心知道太多的自己 会被对方杀人灭口 于是当阿波莲往水里到清洁院时 他一度怀疑那是毒 只要这只是他想太多 就在阿波莲把讲台 搬回原位置的时候 他突然脚下一滑 阿波莲低着头陷入沉思 直到补习结束 男主向他表达感谢时 他才回过神 伸手抱住了对方 原来阿波莲是觉得自己太没用 一直以来都在给来堂添麻烦 所以能帮上对方 让他感到很开心 但男主却不这么认为 甚至也觉得平日里 阿波莲才是最照顾自己的那个 最后在阿波莲的帮助下 男主成功取得了年级第80的名次 这天体育课 老是让大家自由游泳 见阿波莲全副武装 男主觉得他肯定游泳特好 于是主动提出比试异常 可当他游到一半往回看 却发现阿波莲沉水里了 原来他并不会游泳 男主健壮 决定手把手教他 结果下一秒 自己也沉水了 于是两人拜托每月来教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每月觉得差不多了 并让两人较量一番 男主率先冲了出去 本以为这场稳赢 没想到阿波莲的身影 率先出现在了终点 原来他是一口气又过来的 中午两人借来的球拍 在教室里玩乒乓球 见阿波莲不会发球 男主心底再次生起错觉 嗯 我肯定能赢 虽然他同样不会发球 但他有一种作弊技巧 那就是利用弹拾角度 实现牛顿定律自动发球 成功拿下一分后 阿波莲也有样学样 甚至只一反三 完成自动反球 明明两人都没有技术水准 偏偏打得有来有往 甚至还来到了赛点局 男主还因此产生了更大的错觉 那就是只要他俩联手 一定能拿到世界冠军 结果第二天就被同学 凌风在乒乓球台上 放学后 男主又邀请阿波莲去玩保龄球 得知这是对方第一次玩 男主非但没觉得欺诈新手可耻 反而心动的觉得自己能赢 可当阿波莲丢出球 反观男主 三局全下攻 难道真是结束了问题 果然 按照阿波莲的方法 每一局都能打出亮眼成绩 如今只要再击倒一个 男主就能拿下全场胜利 但没想到命运之神不眷顾他 最后还是平局收场 男主非常不甘心 又拉着阿波莲去比篮球 三局决胜负 投机篮宽会被断球 就算一局结束 首先由男主先开始 他带球绕过 一发近狂 如此顺利 让他再次产生错觉 我来趟这次肯定行 可当篮球到了阿波莲手中 男主一秒明白过来 这是因为阿波莲太娇小 所以摔倒了也看不见 他当机决定接下来盯紧动作 没想到被人从跨下在了空子 不过阿波莲并没进球 这次获得让男主空前膨胀 表示着他来联手 一定能进军世界赛 结果到了第二天 这天放学后 男主和阿波莲去玩枪击游戏 听说对方是第一次玩 他心里顿时生起一股保护欲 结果开局还没一分钟 他的角色就躺在地上了 如今场上只吃下阿波莲 一想到对方会被NPC撕碎 男主就感到无理愧疚 但我也没想到他愧疚早了 直接阿波莲举起枪 连发爆头 接着又投币买了另一把枪 直接双枪carry全场 男主看呆了 原来他才是最菜的 游戏结束后 阿波莲却上卫生间 男主转头却看到了他在夹娃娃 只是技术没有原来好了 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 阿波莲这个面摊竟然消得如此灿烂 男主有些疑惑 但没说什么 还主动付款帮他夹了个娃娃 之后两人又玩了各种游戏 直到阿波莲说肚子饿了 才离开游戏厅去买吃的 见对方把钓鱼烧一分为二 还说吃完就吃不下晚饭了 男主瞬间确定 眼前的人绝对不是阿波莲 再综合之前的种种线索 来堂推断这孩子是替身 证实阿波莲找了过来 并告诉来堂 这是他弟弟小莲 目前正在上小学四年级 不然这么可爱 只能是男孩子 今天阿波莲没有带便当 于是决定去小麦部买午饭 到了地方一看 已经人山人海 以他教训了身躯 根本无法传过人群 来堂接住被挤出来的他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 再等下去便当就会卖完 他干脆让人坐到肩上 好不容易挤过重重人海 来堂让阿波莲赶紧点单 结果来堂被挤了出来 阿波莲被迫游荡在人海 然后找了个机会点单 可惜便当已经卖完 他只能退而求此买个面包 对于胃口极大的阿波莲而言 这点东西根本吃不饱 于是来堂决定用便当跟他交换 就在两人准备去屋顶吃饭时 阿波莲家的狗子送来便当 不过两人还是交换了便当 虽然味道一如既往的美味 但量实在是太大 等吃完来堂已经走不动 正式搬上了石川走过来 喊男主两人来玩抽轨牌 来堂当即接过洗牌任务 因为抽轨牌有诀窍 没有单数牌的人 会比偶数牌的人 更容易取得胜利 于是来堂利用发牌的时机 给自己整了一套代数牌 他认为这样违赢 结果 第一局 男主输得彻底 但他认为这只是预计不好 接下来还有其他变胜的招数 突然阿波莲眼色一变 来堂一眼看穿他抽到了鬼牌 如今只要不抽那张牌绝对违赢 可男主是个脑不定 觉得阿波莲的心虚 是故意表现出来迷惑人的 于是果断抽了这张牌 来堂表示不慌 现在抽到鬼牌 反而很安全 等到最后一轮让人把牌抽走就行 很快到了男主与阿波莲的绝胜局 来堂捏住一张牌 见对方撇开眼 并果断抽了另外一张 来堂败受打击 他居然这么会骗人的吗 可阿波莲却表示 之所以一开眼 是因为被来堂提害羞了 男主实在无语 平时玩着我 你就不害羞吗 第二天上课 阿波莲趴在桌上闷头睡觉 见他精神头如此不好 来堂肩负起人性搬运机的职责 将他送到下一集的教室 事后来堂询问阿波莲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困 这才得知 是因为给他做了便当 男主瞬间感动得无底投地 发射给他当一辈子的搬运机 今天美术老师安排了手工作业 白堂本想捏个妹妹的泥塑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天赋 于是只好改变方向 制作这幻想 很快到了提交作业当天 见阿波莲没有动静 白堂打开门进去查看 结果发现对方 大概坐在椅子上 他亲戚伸手一碰 竟然倒在了一边 白堂吓得不轻 以为误杀了阿波莲 联盟为其进行幸福复苏 这时又一个阿波莲打开了门 表示地上那个是他做的人偶 给老师看过之后 阿波莲把人偶送给了莱堂 虽然很感谢对方的礼物 但莱堂只想说 这种东西放在屋子里 真的让人睡不着 这天班上了石川同学 对莱堂和阿波莲一起去逛庙会 顺便还带上了一旁的美月 专业到了庙会当天 阿波莲三个妹子纷纷换上和服 和莱堂站在一起 颇有一家三口的集市感 庙会的露天摊种类很多 如果全部逛下来 钱包肯定是顶不住的 于是男主就想综合下队伍实力 争取实现任意最大化 结果一转头 阿波莲已经把钱全部用来买吃的了 可他太喜欢设计游戏的奖品 于是可怜巴巴的看向来逃 男主目的办法 只好乖乖掏钱 转过散弹枪 他又直闹起来 觉得自己一定是全场最佳 结果 男主表示是枪不行 绝不是他又菜又爱玩 而美月则把迎来的奖品 送给了阿波莲 为了感谢两人的付出 阿波莲给他们一人塞了根烧烤 之后一行人又去玩捞鲸鱼 阿波莲接过直网架势很足 看得男主眼皮子直跳 难道说 他是这方面的高手 时间一点点过去 眼看到了放烟火的时间 男主便想带阿波莲去场地 此料低头一看 身边竟然已经坏了人 双夜间玩错了人 整个罗里都可怜巴巴的 白糖本打算打电话找他家长 结果阴摩多 手机没了 没办法他只好把商业送去 走失儿童招领处 等他老板过来领走 白糖正准备去找阿波莲 就见对方来到了招领处 这还真是有够巧的 阿波莲一觉来糖 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扑了过来 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场地看烟花 但因为跑得太快 阿波莲脚上的木鸡坏掉了 没办法继续走 两人决定在原地看 然而眼前人山原海 与阿波莲娇小的个子 根本没办法看到烟花 于是来糖让他坐到了脖子上 花火 看完这一场夏日烟火 男主帮阿波莲 修复了下木鸡 便准备去找其他人会合 说着 向他伸出了手 阿波莲脸红微微低头 但还是握住来糖的手 这天男主感冒发烧 整个人变得心感无比 阿波莲见到他这一面 正是小脸红的不行 其他同学见状也被迷得不行 很快到了上课时间 桃圆老师站在脚台上 见来糖摆出一副性感pose 他顿我了 正是要向阿波莲 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吗 真是可死我了 这时 来糖突然左摇右晃 接着头中脚倾倒在一旁 突然惹有万人迷的来糖 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异常 他让同学们不要担心 然后收拾书包早退回家 刚到家 来糖的性感 瞬间俘获了其妹妹的芳心 那万般体贴的模样 超有骨刻的感觉 但可惜的是 万人迷体验卡只有一天 第二天感冒好了之后 来糖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妹妹健壮一秒冷淡 其他同学的反应也如出一辙 深刻全设什么叫做眼狗的无情 这时 来糖发现阿波莲没来 正安闷时 桃圆拿来一份资料 让他给感冒的阿波莲拿过去 来糖认为是自己把感冒传染给了对方 一时间内心很是快酒 于是准备买点东西再去 路上 他遇到了阿波莲的妹妹慧留 虽然和阿波莲长得很像 但性格却是天差地边 怎么说呢 感觉有点凶 不过慧留是个解控 而且还非常喜欢打助攻 他把手里买的东西递给来糖 让他以自己的名义送去给阿波莲 除此之外 慧留还把抓出来的玩偶拿给来糖 让他给姐姐送去 让男主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反而告诉阿波莲 这些都是慧留为他准备的 晚上慧留和阿莲泡澡时 谈论起来糖和姐姐的关系 他们经常听到阿波莲提起来糖 也隐隐约约感觉两人之间 有一种暧昧的情愫 阿莲对此看得很开 如果对方能当他姐夫 那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 不过在那之前 他需要确认一下 于是第二天出去买菜 在路上偶遇来糖后 他便缠着对方一起去 但没想到结账的时候 一抹包包钱包没了 来糖本来想帮他垫付来着 无奈自己的钱包比脸都干净 没办法 阿莲只好把零食拿出来 然后用零花钱垫付 跟两人离开超市 阿波莲家的狗子送来钱包 阿莲开心的接过来 顺便为了来糖一句 你和我姐姐是恋人吗 还没等来糖回答 阿波莲走了过来 男主本想说点什么 却发现他们一家都吸阿波莲 于是为了区分开来 他就定称呼阿波莲为零奶 阿莲吃瓜吃的超兴奋 这CP我磕爆了 这一天 使船突发奇想 邀请大家一起去山上露营 阿波莲一听很是兴奋 当即接下准备食材的任务 转眼到了出发当天 来糖率先抵达集合地点 这就不见阿波莲的身影 便准备去看看情况 之后 一行人坐着老实的车 来到了河坛边的露营地 带好帐篷 大家准备做晚餐 此料阿波莲昨晚太兴奋 今忘记把食材收进行李 见他自责的快要哭了 然后找到管理员询问 是否能采集森林里的食材 得到肯定的答案 来糖边和大家来到森林 作为等番的理论王者 男主的野外生存知识储备量 可以和被野拼上一拼 就是可惜 食操技术几乎为零 这时美月走过来帮忙 作为小团体里的运动天花板 他瞄准时机 一记症状目标 男主见状潮风一口气 刚才他还在想美月拿过鱼叉 是不是想干掉自己 现在看来是他想太多了 然而美月却表示 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过想到阿波连对来糖的态度 他还是绝点薛亚勒马 果然美月对阿波连才是真爱 收集到满满一筐食材后 阿波连制作了一顿美味晚餐 等大家吃饱喝足已经晚上 石川便提议去森林冒险 当然冒险是假 给来糖和阿波连打助攻才是真 他和女同学左藤半路溜走 躲在一旁偷偷观察 来糖两人则并肩坐在地上 一起看星星开月亮 那氛围无论谁看了都说好 阿波连迟疑了片刻 果子的突然出现 让在场的人吃了一惊 石川和佐藤顾不上吃瓜 电芒从草丛里冲了出来 然而果子却目标明确 直接将阿波连扑倒在地 得知他事过来送食材到 大家无一不感慨 这果成精 之后回到帐篷里睡觉 男主因为环境突然失眠 便跑到外面烧水吃夜宵 恰好阿波连也睡不着 于是钻进美月的睡袋 说悄悄话 他刚才想给来糖告白来着 可没有勇气说出口 美月让他大胆放心的去 在他看来 男主对阿波连也不是没有那个意思 受到鼓舞的阿波连 当即准备起身出去 却突然被美月抓住一脚 说不甘心肯定是假的 但他们两个两其相怨 美月犹豫了下 还是选择了放手 男主把泡面分给阿波连一半 让人每每饱饱菜一顿后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时阿波连打了个喷嚏 来趟联盟脱下衣服给他偏上 如今气氛刚刚好 阿波连继续刚才看心情时 没有说完的话题 两人的回答飘散在风中 但萌芽的情组 却在此刻深根发芽 阿波连某的起身向前 借着羞涩的跑回帐篷 偷窥到刚才纳姆的美月 颜嫂在睡袋里悄悄脸红 露营活动结束后 史川和佐藤一致认为 那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什么 可是看着两人一如既往的互动 他们又觉得是自己想太多 美月对此虽然没有任何表示 但已经默认两人在一起的事实 转眼到了冬天 男主早早起床去上学 却在半路撞进了一尊超大雪雕 这是阿波连打坐的咖啡厅 里面还有用雪制做了桌椅 他换上女扑装 当场用食材 给萌芳做个顿豪华早餐 咖啡 牛排 蜡烛 玫瑰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主观晚餐 萌芳吃饱喝足 突然意识到不对 晚上放学 男人准备回去 继续吃一顿晚饭 没想到雪雕竟然塌方了 其阿波连神情失落 白糖连忙掏出铲子 帮忙修复 其阿波连的手动得僵硬 白糖连忙伸手握住 用自己的脾胃去温暖他 第二天 阿波连感受到肩膀僵硬 于是和萌芳来到约卧室 无奈老师不在 每月也不知道去了哪 只好由萌芳亲自上手 帮他伸展身体 第一次阿波连觉得不太行 让萌芳多用点力 第二次还差了点 他继续让萌芳用力 男主健壮 只好使出全力 正时 两堂表示最近没睡好 肩膀也有点不太舒服 本来想让阿波莲帮忙碍碍 无奈她的力气实在太小 只好让她直接踩上去 由于过程太过舒服 莱棠竟然产生了睡意 阿波莲见状忍不住低头凑近 善而别看两人这么甜 其实根本没有正式交往 约是当每月得知这一情况后 当其人订莱棠玩弄了亲美感情 整个人都被黑气笼罩 恨不得把男主大谢八块 不过在这个法治的年代 真把人砍死是不可能的 约是他向莱棠发起了黑白气挑战 说的人要无条件不从赢的人 对于美月而言 阿波莲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为从小就是个大块头 美月内心充满了自卑 而阿波莲娇娇小小一只 却让人充满了保护女 一直以来 美月都下意识将自己放在保护着的一方 可阿波莲却让她意识到 原来自己很可爱 也需要被别人保护 如果这次黑白气来堂输了 那就必须按照她的要求 和阿波莲保持距离 一听这话 来堂瞬间来劲 原本极有一分的实力 立刻发挥到了十分 成功逆转局势取得胜利 美月完全想不明白 你竟然不喜欢阿波莲 那么输掉也无所谓吧 原来那天晚上 阿波莲没能把告白的换书出口 但莱棠却明智地表示喜欢她 当时阿波莲因为太过高兴 一时间没把持好 亲了上去 见莱棠待得傻傻的 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事 这才哭着跑回了帐篷 如今两人把话说开 也重新护想告白 偷偷跟来的石川和佐藤两人 健壮立刻冲出来高呼万岁 他们磕的CP终于成了 路过的桃林老师见到这幕 也是直接磕到昏迷倒地 就这样 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阿波莲还为男主 中了大片羽扇斗当作惊喜 不过男主这个直男 也不知道羽扇斗的话语 也就没get到阿波莲想表达的意思 第二天放学 阿波莲约男主 去教学了后面的茶室见面 见他准备点茶 莱棠又开始脑补 以为被女票抓到了把柄 现在正准备审问自己 于是当阿波莲掏出棍子 他当即被吓得抖三抖 原来除了莱棠 阿波莲还邀请了石川等人 因为大家平时都很照顾他 所以才值班柴绘当作感谢 不过阿波莲内心还是有点不安 安心升到高二和大家不一个班 会重新变成孤单一个人 测不准的阿波莲同学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作为一部恋爱日常番剧 男女主的互动 属实是甜度超标 在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之前 他们的互动又甜又纯 也难怪讨厌每次都磕上头 毕竟这么停的CP 谁又能不喜欢呢 喜欢这部番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